漫山遍野的仙人掌 第100英里咯 在沙漠里就是这样 热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更纯粹的热 冷的时候也是一种更刺骨的冷 就是没有模棱两可的 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survival mode 放到一半 就像这种热就好了 干净了 就像这种热就好了 就像这种热就好了 有什么热就好了 就像这样 一样的热就好了 就像这个热就好了 就像那样的热就好了 刚刚从藏水点出来 然后还遇到了在那里藏水的步道天使Amy 她还给了我还有CB大叔好多吃的 其实就算是步道奇迹了吧 在沙漠里走路真的太累了 就像那对Ludovets couple他们说的 他们花了两个小时都找不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休息 尤其是这一片沙漠非常的贫瘠 全是仙人掌一棵树也没有 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摊坐在那个步道口 然后上面是用仙人掌搭起来的棚子 风吹过来的时候就觉得晃荡荡荡荡 仙人掌掉下来砸到我们头顶了 但是不得不在沙漠里的下午多休息一会儿 因为在一点到四点这段时间之内 海景实在是太没有效率了 就是很容易中暑啊被晒伤啊 而且还会泡很多的水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呢 我关墨西哥大叔是最晚出发 我们差不多休息到四点多才走吧 希望今天晚上比较暖和 然后能够睡个好觉 要过周济十号公路咯 这里边真的太黑了 要不开个闪光的灯台 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了 谢谢非常有 Nap alien 谢谢 我是 Bright 我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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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会 我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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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